什么叫做本分的事情?就是教你做人啊 人做好你才能够值得 才来做佛嘛 人都做不好了 你说我今天想要念佛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行吗? 你把人都做不好了,你想将来在这个生活上 你能够过得幸福吗? 能够过得安心吗? 你能够过得健康,你能够过得快乐吗? 不可能的事 所以今天我们学佛一定要明白 能够辨别真忘学生是非厉害啊 我们看下面的哈 所以我们这个道场,道场的宗旨 道场之可贵 目的目标就是要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的 只有破迷开悟才能够帮助我们 离苦得了 只有破迷开悟你才能够过得 安心快乐自在无忧无虑的 为什么我们活得很烦恼? 因为你的心 已经迷了 所以你活得很辛苦 所以我们一个道场必须要有一个宗旨 要有一个目标 什么目标呢? 这个就是要跟大家说明了 我们看下面 记得啊 我们到一个道场 首先 我们要明白 我今天学佛目标是什么 我今天来到这个道场 我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我今天我念佛 我的目标念佛是什么 你要清楚啊 你才不会做错啊 像现代这个佛教 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啊 这个佛教有各宗各派的 而且这个各宗各派 每一个道场啊 都有他的宗旨 都有他的目标 都有他的目标 啊 像我们 我们每个人的家庭 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的 的目标 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每一个道场都有他的方向 都有他的目标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想要学佛 你要学佛能够成就 不能把这些混合在一起的 你不能把他混合在一起你会搞乱的 因为这样学习啊会搞乱而且到最后 学不到东西 你学不到东西来的 真的耶 你学不到东西来的 比如说 比如 比如 第一个我们看啊 下面的 第一个比如说我喜欢念佛 那你要到哪里去呢 你要找那个净土中的道场啊 净中的道场啊 比如说我喜欢修禅 你要到修禅的道场啊 你去那边学 去参禅 你要学秘 你要到秘中的道场 你喜欢 做那个慈善事业的 慈祭功德会有啊 你到慈祭功德会去做 你不能把他 混合在一起啊 等一下我要念佛 等一下要去做禅 等一下要学秘 等一下要忙起做慈善事业 忙到最后呢 一个都不会成就的 自己就乱了 不但学不到东西 你看 就得不得快乐 所以一定要有个宗旨 要有一个目标 你学佛呢 才会有一个得到的成就 就好像我们学画画一样 你要一门深入 怎么样把这个画画学好 你不能等一下要学画画 等一下要学钢琴 等一下要学吉他 等一下要学什么音乐 等一下要学这个跳舞 等一下要学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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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开车 要学什么 全部一大堆 到最后没有学一个成就的 所以我们学佛特别是出学佛的人 一定要有一个目标方向 绝对不是心量狭小 我们不是心量狭小的 不是的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目标就是要接引出击 这些出学佛的人 要指导他们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这样学习一定会有成绩呀 特别是现在这个大时代 所以一个道场 一个道场 我看下面的 所以一个道场要得到诸佛 护念隆天的拥护啊 没有那么容易的 一个道场 为什么呢 你要真正的正法 真正的修行 真正利益一切众生 你才能够得到诸佛的护念 才能够得到护法隆天的保佑 这个全部都是靠自己修来的 像你今天你想要过幸福 你想要过那种快乐 乐观欢喜的生活 你要靠别人 是不可能的 你要靠外表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 有人说有一对夫妻 天天吵架 为什么会吵架呢 比如说我太太 我今天尝尝祈求 我的先生 你要怎么样 我要对你的祈求 我要对你的希望 到最后呢 只有失望 结果呢 好了 只有苦 没有快乐 你不相信 你无论对那些有家庭主妇的 你对你的先生 有什么的希望 哎呀师父 他能够早点回家听话 那个已经不错了了 还有什么意思希望 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 我们常常往外表去寻找这样的快乐 你希望护法龙天来加持你 你希望诸佛菩萨来护念你 你要靠你自己 你想要找到一个快乐之路 幸福之路 没有别的 靠你自己 怎么靠呢 靠你自己觉悟